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文的文学里面真的有很多创意吗 我们先来看一支最新的 台三线这条旅程让我更加的感受到 我的当选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有更重大的责任 我要去实现大家的期待 我们很多的客家的老人家 他们毫不在意我的客家话 讲得结结巴巴 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 一定要努力 因为我们客家女儿要出头天了 我也想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 心里都感觉到台湾有客家真好 我们请教一下年华 这支影片一出来你刚马上就说 其实这个是他台三线造势的时候的一些活动的记录 所以说其实蔡英文走到哪一个地方 她有一些的很鲜明的东西 她会凸显在她的广告里面 对我记得我们在这边也看过台一线 那这个台三线就是说 她的第一个元素一出来 你在台湾稍微了解客家文化的人 大概一看就知道那个是客家的 因为她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客家花布 那个是在台湾一个客家族群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元素 所以你一看 而且一听那个音乐 她是用客家话在唱 所以只要客家人一听就会觉得说 这个是客家的 那她那个亲切感就会油然而生 那当然这个马英九也讲客家话 虽然两个人客家话讲的都不好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上 就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文宣 这支很短短的影片 把客家族群当做一个主要的诉求 我觉得刚刚这支广告 它很成功的地方 就是它在你听到跟看到的第一秒钟的时候 它就把它要诉求的重点 直接就告诉你了 我就是诉求就是客家 你看到的你听到的就是客家 而且我今年在观察蔡英文的所有的电视广告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特色 除了她一些很短的讲政见的广告之外 几乎都是蔡英文自己配音 我觉得这个对选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每一个候选人 如果候选人他在大多数的广告 他都是自己来配音 让选民可以不断不断不断的去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 熟悉他的声音 对你就会很熟悉 你熟悉之后对他的印象就很深 这个就是达到文宣跟广告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加深选民的印象 可是我们在这支广告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刚所提到的客家族群 所以说是不是这种族群的认同现在开始在最后选前的关键时刻 要开始要来操作发酵 其实我比较不想用族群的认同来形容它 因为在台湾族群的认同感觉上是比较负面 那应该说是一种寻求那种同一个族群之间的那种归属 那客家族群在台湾的选举投票行为里面有个比较特殊的 大概跟我们在台湾讲的外省族群其实是蛮雷同的 就是他对于有一种人不亲土亲的那种概念 那我们也知道在台湾的客家族群过去长期比较支持国民党 那这一次蔡英文打出他的一个在客家地区打出一个口号 那这个口号其实非常有趣 因为客家化的妹这个字它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小姐的意思 一个是女儿的意思 所以不管哪一个含义对蔡英文来讲她都很贴切 所以这句口号一喊出来之后 其实在客家地区它还引起蛮大的回响 那所以我的评估我也觉得蔡英文这次在客家地区 会因为他客家籍的身份 跟他几波的文宣跟他的slogan的口号 他在客家地区的得票会比以往的民进党候选人 会有大幅度的成长 是可是我们也做到一个观察 就是其实蔡英文因为她是女性候选人 这也是非常难得 因为过去其实很多的这个主角都是男性 这次以女性为出发点的一个主轴 到底大家怎么样来包装蔡英文 其实我们要继续请教市议员 很有趣的一点是 虽然蔡英文是女性也有很多柔性的诉求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民进党在这次的文宣上面 也非常重视所谓的牛肉 也就是政策篇在哪里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到你民进党推出的 蔡英文有什么样的证件吗 一起来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了一个整理 其实我们刚刚强调 其实像客家女人那样的概念是属于柔性诉求 另外有所谓的政策牛肉片 包括这样子的社福广告 还有新移民 尤其是很特别的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广告谈的是政策 所谓的居住正义的 但是它是用年轻人来表达这样的心声 这跟所谓民进党 从蔡英文在五都选举的时候 一直强调所谓的青年族群 手投足是不是有所谓的相关联 我想每一个政策还应该有区隔性 希望能够打动哪一个族群 然后去做诉求 当然从1996年以来 台湾进行这个大选以后 那大家都说 这口水我不要再喷了啦 大家不要只说口号 不谈政策 谈政策显然也是对于候选人的形象加分 在形象加分底下 一定要有很明显的这个政策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就要分众啦 也可能是针对老人家 长期照顾 可能客家族群有客家的政策 对于这个妇女有脱育的政策等等的 对于年轻朋友来讲 目前一个新类名词叫做穷盲族啦 是 台湾现在穷盲族就说 我领了很多薪水 结果我没有办法去安身立命 去买房子 然后去成家立业 这个东西对年轻朋友来讲很重要 是 所以于是乎这个蔡英文提出这样的诉求 希望能够年轻朋友可以互相呼应 对于未来你是有期待的 对于未来你是有梦想的 我作为一个领导人 我对于未来这个蓝图的规划 是个年轻人有希望的 对于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手头族 最有吸引力的 然而这手头族他的这个影响 不只是他个人而已 他也会呼朋引伴的 让其他大概同侪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可以传达到 对于选票的拉取是有很大的作用 是 以你在地方的这个了解 像这样子的一个广告 对于所谓您刚所说 因为他是以年轻人为代表 加上说蔡英文一直很重视手头族这一块 这样的广告 真的有跟年轻人之间拉近距离吗 我想这很直接 我刚才提到穷盲族 就是你一点要点到心里面 心坎里面 是 告诉他说你现在最需要是什么 像年轻人会有 每次在讲说我就买不起房子 是 我的薪水只有22k 我对未来没有期待 对 我很怕失业 所以说乎蔡英文提出这个政策 是很具体的 是很实在的 是 加上他的形象 他是一个挑战者 而且他女性 而且又比较年轻 在那个形象底下 跟年轻人是有呼应的 是 我觉得是很容易打动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心理 所以说我们继续要来谈 其实除了这所谓的端出牛肉之外 其实在整个文宣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 还是所谓的负面攻击 就是对方有什么缺点呢 这个当然不能漏掉 了解一下 这个乍看之下 其实你要说 它是一个负面文宣 很难去理解 它用数字来表达 而且用一种无声的方式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因为这一次在整个双方阵营里面 其实对于负面文宣 似乎那个火力减了非常的多 对其实从历史的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的选民现在对于选举的负面选举 其实一般来讲是比较厌恶的 那通常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有时候甚至会有反效果 比如说国民党前阵子打的这个 宇昌审计案 这个反而是得到反效果 马英九支持度反而往下降 那后来民进党去追打这个富邦 其实反应也不好 所以见好就收 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广告 其实它比较不算负面选举啦 因为它不是那种漫无目的式的攻击 或是抹黑式 它是一种对现任者的检验 但是这个广告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 因为其实我有时候很多人跟我反映说 它只听得到第一句 你破纪录了 然后后面因为都没有声音 那有些老人家可能不认识字 或是有些人广告时间反正都在忙嘛 茄水果的干嘛上厕所的 他根本听不到 他没有办法靠声音而了解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你这个广告到底做了什么 他只听到第一句 然后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广告 有没有它的效果 可能见仁见智 但是我觉得一个挑战者 他当然要去检验现在的在位的 因为你要告诉你的选民说 你的现在这个执政的人 他有哪一些事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将来我上来之后 我可以改善这样的情况 我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这个在某种角度来看 他也算是一种比较正面的选举 当然不像我们第一段看到这个政见 这么正面 但是他是一种检验 所以说很有趣的是 刚刚向年华所说 虽然他的出发点其实是好的 也必须要去检验 所谓的在位者的一些政绩 到底做到了没 但是其实大家都对民进党相当多的期待 认为说文宣是你们擅长的 那你们端出了什么好看的创意吗 因此他们前一阵子出了 所谓的水果阅历 也相当有创意 不过里面却好像踢到了铁板 要请教一下市议员 对我想这个照片物质 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凸显这个问题 是 后来这个问题也显然真的是 被大家证实是真的 产销出现的问题 是 那不应该在这资议院末件上 去做讨论 不管如何 我们都是物质的照片 所以包括主帅 蔡英文主席都亲自出来道歉 就物质照片的部分 但是这个是无形之过 而且也充分的凸显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反观 国民党他们用的文宣 他甚至用了昆彬博的照片 昆彬博的照片 甚至还把它稍微改了一下 怕说是不是这个 别人都看不出来了 显然这是刻意恶意的 是 可是民进党这一次 除了水果月曆的物质 还有一张是也使用了一个 农妇的这样一张照片 也被他提出来抗议了 这个东西也凸显 台湾对智慧产品的重视 那对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是下游厂商 跟民党之间的一些企业关系 那然而在这个美工编辑上面 他应该充分的 去做一些照片的授权 那如果是没有做到 当然民进党当然也认为 这是不应该的 应该要予以谴责 可是我们要请教一下 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年华 用客观一点 这样子一个文宣出包的状况 有没有影响到选情 当时我所了解 他们做的民调 在都会区的中间选民部分 是有一些下降 但是他没有转去支持马英九 他只是变成不表态 就是说你出了这个问题 我暂时再观望一下好了 但是后来其实这个民调又回来 当然我觉得现在 选举越接近后面 剩下十几天而已 这种错误千万不能再犯 因为今年的大家都知道 这种选情非常紧绷 到最后十几天 看的就是谁犯错少 谁犯错少的一方 最后大概就是赢的一方 那我补充一下 刚才其实那个市值问题 我刚才反映在民调上面 是因为刚开始 大家看他没啥啥 不理看花看不懂 所以大家会有点保留 但是于是乎 但这个事情突起完之后 我反而觉得是国民党受伤 所以说其实这个文宣的操作真的有巧妙之处 但是大家还是像我们刚所提到的 民进党到底在这一次的文宣上面包装这位女性的候选人用了什么巧思 我们稍后回来 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市 蔡英文是这一次 也可以说是台湾选举以来 第一位的女性领导人的候选人 所以大家都在想说 这位女性领导人的候选人 怎么样来包装她 才能有所谓的一个选战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继续来谈 向来大家都说这个文宣是民进党的一个强项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 到底民进党在这一次猜文的文宣包装里面又有哪些心意 泰玲啊 听说你上上个月堂哥生第二台 对啊 他很高兴 但是他也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一个保姆就要 一个小孩的保姆费要两万块 两个小孩要几万块 四万块对不对 四万块一般的家庭很难负担 所以现在我的阿伯还要帮我的堂哥 他们还要付房贷 然后所以我要在这边我想要请问嘛 二十二可以够吗 不够 台湾的民主政治 最可贵的就是政党能够轮替 做不好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我们的选票 让他下台 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沉淀 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检讨 你们说对不对 这个感觉有点声色的选举语言 但是却是民进党的创意 对 刚才提到政治素人 我觉得大家看久了这种政客的表演政治 正好符合蔡英文的特质 她就很自然 你看她对群众她台语讲得也不这么好 是 然后这淋淋烂烂 但是她就特别的魅力 对 她觉得说过去那种表演政治 你讲话很康害激昂 是 好像已经不符合这个潮流 她认为自然就是美 是 那于是乎这个小英女孩 她作为这个领导人的 候选人的这个分身 是 我觉得是恰如其分 你看她们的训练其实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说 奇怪 因为我们家的小女儿 都讲她淋淋烂烂 是 2266这样的 但是她们就是自然 是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 跟选民很亲近的做接触 很像是家里的女孩 跟你讲一个故事 可是重点在这里 重点是 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怎么敢把她搬上去 这个舞台上 因为其实选举 这个影响层面相当的大 所以大家还是要问说 到底民进党当初在 有这样构想的时候 甚至把她变成是实际的 这个跟这个两党的文化 有很大的差异 民进党就是给 年轻人很大的空间 你要怎么表现 她们小女孩 还不是只是参加活动而已 她们还要自己做文宣 自己办活动 自己做宣传 等等就自己搞 自己弄 这表示说 民进党给她们 这样的一个空间 舞台非常大 非常大 然后播预算给她们去做 那当然这些都是志工 但是她们觉得参与起来 非常有这个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 那年轻人参与 有成就感 也会影响很多的 年轻选民的选票 所以说我们要请教 年华你的观察 这些小女孩 我们之前也谈过说 这一次民进党 敢用这么大的创意 放在这个选举里面 也算是一种风险了 不过照大家现在的观察看来 似乎是正面效应 还蛮大的 我们来谈一下 民进党的这个小英女孩 她想诉求的 或者是她跟选票 这些连结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觉得 她想诉求的 当然就是手头族 那这个手头族 是不管男的女的 是 最近我们也看到 很多公车广告 就是小英女孩拍广告 去请大家 记得回家投票 是 那因为女性在政治宣传上 它有个特质 你看到女性 尤其是长得飘飘亮亮 很可爱的女生的时候 你第一你不会抗拒 这我想不管 不管选民是男的女的 看到美女 总是大家都赏心悦目 是 第一你不会抗拒 那你不会抗拒 其实就已经跨出 很成功的第一步 是 不抗拒你就会想看 她说什么 或是听她说什么 是 那这个时候 这个宣传就比较容易 深植人心 其实这个你看在很多的商品代言 为什么我们看到商品代言人 都是帅哥美女 是 你很少看到那种 这个长得很奇怪的人 去做商品代言 其实这是人类的一个心理学上 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当他看到之后 那尤其特别年轻人 年轻的手头族 他特别容易被这个 美女所吸引 是 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出现 很多所谓的宅男女生 他就是这样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一招 他主要诉求 当然还是手头族 那手头族不管男生女生 因为我们知道 手头族的虽然表态率高 但是她的投票率相对偏低 他们就希望说 能够把这些票 把她吹出来 那因为蔡英文在这一块 目前看起来 她是比较占优势的 那如果这一块的票 能够吹出来 能够投到票柜里面的话 对蔡英文 赢得这场选举的胜利 她的胜算又多几分嘛 还有另外一个 民进党这一次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应该大家说是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就是三只小猪了 所以广告里面当然不能少了 三只小猪 一起来看看 罗宾汉能打倒迂腐的强权 不只是因为他武艺高强 而是他有人名支持 那是最可贵 最强大的力量 就像小猪 不只是小猪 而是千千万万个你 汇聚在一起 呼唤公平正义的力量 不论你有没有小猪 每个人都是罗宾汉 不论你有没有小猪 每个人都是罗宾汉 我们要请市议员 来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当中 他想要诉求的是什么 对 你如果说三只小猪 或是三只小鸭 三只小狗都可以 其实早期台湾 对于除血习惯 从猪铺满开始 但是这个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在于它的核心价值是 它是透过草根的力量 来制造这个政权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能力量才是最大的 所以蔡英文在辩论当中 她特别提到说 她的背后是台湾人民的期待 然后在马英九背后是财团 是做专机辅选的 国董等等 这样一个诉求 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诉诸草根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力量会让大家觉得 心有栖栖焉 所以我是参与 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们要请教您 你这次的观察宣举的 这个文宣里面尤其是电视广告 民众这次买单吗 其实每一次的广告 广告组当然都希望民众买单 可是这个很难讲 那因为选举的期间 尤其最近大家看电视 你就觉得 几乎广告一堆 那当然 质感比较好的广告 你会多看两眼 那质感比较差的广告 你可能大概就 反正我就转台 或者去做自己的事情 那广告当然有它的效果 要不然也不会说 每一个政党都编这么多的预算 在做广告宣传 那我觉得广告最大的效果是 尤其在都会区 它最大的效果是怎么样 因为都会区你比较难 直接候选人跟人 跟选民直接接触到 那靠什么 靠广告 这个就是 把让候选人走到你家的客厅里面去 它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它希望达到是那些 平常接触不到的选民的效果 所以说既然是这个广告 是希望候选人能走到你家去 所以蔡英文的这一次的一个广告 一个主轴 像高年华其实也有提到 她很多都是自己配音的 我们来看一段蔡英文的配音 民众真的很热情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明年的这一次的选举 他们的期待很深 那种感觉才是真实的 我们的群众 这个握手的方式真的可能很特别 有的是用拉的 有人是用摸的 有人是用捏的 有人是用碰的 有的人非常热情 他一定要把你拉到 有的人又不太好意思碰你一下 他就觉得很好 所以每一种跟你接触的方式 其实也一定沉入 摆命的这些民众 他们的心情 跟他们对一个政治人物的 这种期待 其实从这一阵子以来 蔡英文也一直出现在 台湾的人民的面前 尤其是她是媒体的 这个美光灯的焦点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市议员 这很有趣 蔡英文用自己的声音来当旁白 似乎那个说服力更强了 对 我想大家都想接近候选人 当然蔡英文的声音 是有识别性的 识别度很高 透过这样的方式跟 大家好像接触很近 现在不只是广告而已 很多现在 很多立委的候选人的宣传车 上面也希望用蔡英文的声音 表示蔡英文的声音 其实有其他的魅力 你们也观察到 在基层里面对蔡英文的声音 他的声音对大家来说 是有吸引力的 这个有种选民还跑出来看 以为是蔡英文本人到了 就非常高兴这样子 显然目前为止 这整个造势 或者整个气氛当中 其实是比较站在蔡英文这边 所以蔡英文善用这样的方式 做呈现 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 其实现在选民对于 马英九的声音辨识度也很高 蔡英文的声音辨识度也很高 但是这两个人 可能是不是蔡英文还是有所谓的 女性声音还是有所谓的优势呢 当然了 而且除了女性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优势是 她是比较新鲜的 那马英九因为 反正已经做了四年了 反正这个四驴还是马 已经遛过了 大家心里也有数了 所以喜欢的就喜欢了 那不喜欢的大概也就不喜欢了 你声音再怎么好听 大概那个继承的印象已经确定在那边 那蔡英文的声音有个特质 就是刚刚这个小熊有讲到 她的辨识度非常的高 就在很多女性的声音里面 其实你只要一听 你就知道 这个是蔡英文的声音 蔡英文来了 那民进党另外一个天王级的 大概就苏貞昌 也是声音辨识度非常高 所以为什么很多候选人喜欢宣传车上 喜欢找这两个人录音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民进党的文宣呢 向来是大家所期待 而这些文宣到底能为蔡英文 在选举最后这几天 有什么样的加码吗 我们大家一起来观察 走进台湾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走进台湾 有华发股份 独家特约播出 请不吝点赞 转发股份